要挨揍了 要没法解释了 你们看看这怎么弄这个 兄弟们今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战斗民族冬天的运动 滑冰 他们都特别起滑冰 就在后边我们记着看看他们是怎么滑的 到底什么样 兄弟们就是在这小房子里这买票 我看了一下价格 1100连韩携带票 门票买完了 不过你们看这都是排队要进去的人 我的天呐 刚才我忘说了 这个滑冰是在红场 你们看 那根列宁墨 这就是著名的红场 是滑冰到底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一会儿我们就来体验一下 来给您 终于轮到我了 谢谢 哎呦 这个就是红场的滑雪滑冰场 我们先看看 它是一个时间段一个时间段放的 晚上你看看这非常的漂亮 very nice 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来等着换鞋啊 来等着换鞋啊 来等着换鞋 非常好啊 这有自己的挂衣钩 前面租鞋的啊 我们也租鞋了 这个女孩们 这个女孩们她们都穿着冰刀随便在大街上走啊 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走起来啊 因为这个中间的很细啊 非常的细啊 今儿我要尝试一下啊 他们这滑冰的人是真的多啊 这真的是他们的民族运动啊 哦 一到冬季啊 连特别小的小孩啊 就这么大的小孩 都来滑冰来了哦 太厉害了 就像我们滑雪场一样 比我们滑雪场人还多啊 太厉害了 哎呀 我的天啊 哎呀 可以 兄弟们 这一会走路可成 可成一事了 哎呀 我怎么觉得我这是女士呢 哈哈哈哈 为什么我觉得我这是 哎呀 你看人家 完了 我觉得兄弟们 我这个拿错了吧 我看穿白色的都是 都是女生啊 男的怎么穿着黑鞋啊 而且我觉得鞋好秀气 这是我的脚吗 这我感觉拿错了啊 刚刚我问了一下 旁边那个女的啊 她跟我说 男的女的都能穿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出境入门的鞋啊 所以我像我这个 没滑过冰的这种 就穿这种鞋啊 怪不得刚才那问我 你滑过吗 我说没滑过 她就给我拿了双白的啊 然后我们现在把我那双鞋 存在后边去 哇 哇 我看人家站的那么轻易啊 能走路吗 走两波 哼 还行 我这多年的汉冰经验 和滑雪经验 我应该还行啊 我去有点那个扎个脚啊 试试 走 哇 真的很漂亮啊 你听这音乐 她也不行啊 出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我好惊 我都找不到你了 我都找不到你了 行 我歇会儿 腿上瘦筋了都 哦 转也不问刹车呢 哎 那天转是啊 脚点受伤 哎呀 哎呀 他这个滑冰啊 他这个就靠一个刃 要站在这冰上 其实还是蛮难的 哦 兄弟们看人家啊 滑轴奔6啊 咱们这个第一次滑的真正啊 我现在脚都疼 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累啊 哎呦 看着就very nice 我稍微有点坏了啊 就是不太会刹车啊 但是这个已经 挺可以 哦 离他远点 哦 大天快点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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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 啊 没关系 啊 你会 你会中文是吧 一点点啊 哦 真的吗 你会中文啊 一点点 我学中文 哦 你学中文 你来滑冰的 来滑冰 喜欢滑冰 我四人 哦 是是是 哎 这 画的不太好啊 哦 是我 我还不会滑的 啊 我不会滑 不会到怎么刹车呀 教你吗 哦 你能教我吗 一点点 哦 可以 可以 那教我吧 咱怎么刹车啊 咱们咱们 哦 好好好 好好好 哇 兄弟们啊 我感觉这个 有点啊 要挨揍了 要没法解释了 你们刚刚这怎么弄这个 哈哈哈哈 哎呦 这怎么怎么办呢 兄弟们 呜 呜 哦 快滑了 嗯 估计没有一次万次 我滑的比他还在好 一个比 哈哈 刹车还是成问题啊 还请你 我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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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